台風中心位置由恆春東60度南,距離200公里處 來,我們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氣象局指出 台風中心位置由恆春東60度南 距離200公里處 好不好,以每小時20公里的速度朝正西方前進 若行艦速度方向不變 問你 在5小時後 台風中心距離恆春多少公里,這樣行不行 像這種題目一樣 我們畫圖來理解,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一開始我們先找一個點 這叫恆春,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所以說一開始以恆春 為中心,這樣行不行 他說台風中心位置由恆春 東方 60度南 在恆春東方 往南 60度 這個方位,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所以台風中心由恆春東 60度 南 距離200公里處 對吧 所以說一開始台風中心在這邊 行不行 在東方 偏南 60度 距離200公里處 行不行 他要說怎樣 朝 以每小時 20公里的速度 朝 正西方前進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前,如果速度方向不變 前進5小時之後 好,老師假設 從這邊對 朝正西方 以每小時 20公里方向前進 假設前進到這邊來 行不行 所以5小時後 告訴我 前進幾個小時 老師5小時嘛 所以每小時20公里 前進5個小時 所以這段長度是幾 100公里 對吧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台風是在這邊的 距離恆春 多少公里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麻煩把這段距離 把它算出來 這樣可以嗎 可不可以嗎 好,我們圖形畫出來了 老師這段距離怎麼算 其實這裡最關鍵在這邊 你看一下 其實這正東方 這邊正西方 這兩條線是 平行線 對吧 所以說這是60度 那這也是 60度 這樣行不行 那球這段距離怎麼算 很標準 兩邊 一夾角球 第三邊 用余璇定理 是不是就好了 可不可以喔 所以說這個提琴 是用余璇定的應用 馬上 兩邊 一夾角球 第三邊 所以說老師 想請我們下這第三邊 珠平方等於幾 先把這兩邊平方相加 對吧 再減掉 2 乘上 200乘上 100乘上 cos 60度 這樣行不行 但是我們計算的時候 拜託你 不要無聊齁 把這200平方 加上100平方 我們算的時候 我們數字先簡化好不好 先把大家約掉100好不好 請不行 否則200平方變4萬 算一算少一個零不是在那裡哭 對吧 所以說我們盡量把數字簡化 把這2的平方刺起 4 加3 這1的平方刺起 1 這樣行不行 減掉2乘2乘1 4倍的cos60度是出來了 所以cos60度是起 1 4乘2 2 所以4加1-2 算出來 珠平方就等於幾 3 珠平方等於3可見 珠就是起 正負 根號3 可以負了嗎 不行 所以說我算出來 珠是起 根號3 這樣行不行 但是麻煩你還原好不好 我們剛才是約掉100的 對不對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索求4級 100 跟號3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吧 麻煩你到這邊 把這第八槍 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